大家好 這次的明表一分鐘 先從Numenor這個字聊起 在鐘錶的領域裡 Numenor有兩層意義 首先 它是一種穿機夜光無料 佩納海在1949年取得專利 用來提升萬錶或儀器在水下或暗處的試圖效果 其次 Numenor是佩納海的經典系列之一 於1950年問世 取代原本供應義大利皇家海軍的Radio MIR 潛水錶 Numenor 錶款的現身 除了用Numenor 塗料 取代Radio MIR 使用的雷塗料 降低放射性危害並提升夜光效果 也改良了Radio MIR 線型錶耳與錶冠容易損壞的問題 造型獨特且堅固的錶冠護橋 更成為品牌最具辨識度的經典設計 2020年是Numenor 萬錶問世70週年 佩納海將這年定為Numenor之年 除了淋漓盡致的夜光應用外 還有一系列精彩新錶 對嚮往佩納海的人來說 一直有錶冠護橋的Numenor 永遠是收藏優先選擇 好比PAM 1313與PAM 1314 這兩款Numenor Marina 都還具備以下各項令人心動的條件 三明治面盤 搭載P9010三日鏈自動上鏈機芯 小秒針 日期顯示 防水300米 表徑44毫米 很適合亞洲人的手徑 PAM 1313 以藍色太陽放射紋面盤 搭配藍色鱷魚皮錶帶 營造出通安通的美感 PAM 1314 光是一生一世的編碼型 就令人心動 色彩配置更是前所未見 它是PAM 1313 第一款有三明治面盤的白面錶款 白的冷掉 白的捷徑 磨砂質感猶如蛋殼 發光前的夜光石標 與褐色錶帶互相呼應 簡約的風貌裡 有著講究的細膩